本分局在早上7點50分左右接獲報案 在東山鄉東山路五端發生了槍擊案 本分局立即派員赶赴現場 已經了解現場有一部自小客遭毀損 然後駕駛無姓男子遭開槍 右大腿中彈 這個無姓男子就是之前 在本分局轄內東山鄉三段 以及五段 因債務糾紛被砸電開槍的被害人是同一人 湖南經送往博愛醫院之後 救治目前無生命危險 本案在本分局破爆後 立即跟刑警大隊組成專案小組 並報請宜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申辦 經調閱現場監視器過濾人車 鎖定三部可疑涉案的車輛 在剛剛九十四十分左右 在宜蘭縣德雲山鄉 將本案三車十人所有的共犯查機到案 本分局將持續針對 轄內各資安要點來強力掃大 絕對不允許任何暴力犯罪的案件再次發生 接著注意 所以,有些hor面 ぜ衝判